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 每一条街巷都有故事 南京有一处地名叫大行宫 很多人一直没搞明白 它到底是谁的行宫 这一带在清朝的时候 是大名鼎鼎的两江总督府 和江林执造府的所在地 两江总督府的原址 就在今天的南京总督府 在这里上过班打过垮的两江总督 就有林泽徐于成龙 曾国藩曾国泉 李鸿章张之洞 刘坤一等等等等 这一带也是曹雪芹祖上 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江林执造府 如今我们还在原址上 建起了一座江林执造博物馆 曹雪芹自己13岁之前 也在这里生活 当年康熙六下江南 有四次都住在曹府 曹家也因多次接待康熙圣驾 用度过多 导致曹家出现了严重的亏空 后来被雍正清算 由此优胜转衰 所以这里最先是康熙的行宫 后来乾隆薛他爷爷下江南 当时的两江总督也曾多次把行宫建在这一带 时任两江总督的引济善 还专门修了一条汉船 取名不锡州 来为乾隆皇帝拍马屁 说大清江山稳固 如不锡之州 永远不会轻覆 这座不锡州 现在就在总统府的西花园内 所以这里的大行宫 指的是康熙和乾隆 两个人的行宫 其实这里除了做过康乾行宫 后来还做过洪秀泉的皇宫 时过境迁 如今这里的大行宫一带 成了一个集美食美景为一体的 热闹非凡的旅游胜地 有江陵制造博物馆 南京图书馆 总统府 六朝博物馆 江苏美术馆 毗鲁寺 1912美食街 科项网红菜市场 等等等等 而且地铁二号线和三号线都直达 这个地铁站的名字就叫大行宫站 来这里玩吃都特别方便 关注正好 带你一起了解更多南京故事